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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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女生好可愛喔 她的妝是怎麼畫的啊 老師 老師你怎麼會在這邊 因為我剛才從旁邊經過的時候 就一個人在那邊看手機 我就看韓劇 看她的路迷啦 這女配角 她的髮型跟彩妝都好好看 該不會是那個什麼 她很漂亮 你怎麼知道 我身邊所有的人都在跟我討論 她的眼影畫得很自然 眼線跟睫毛 去打造那種韓國女生 那種氣場的貓眼妝 這我也想學 那妳有帶化妝品嗎 這邊 妳有這隻喔 妳要學高俊興 妳就要學她的眼線睫毛膏 也是 只要這兩隻 就可以打造韓式貓眼妝 好 首先我們先夾一下睫毛 把它夾上去 這隻睫毛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 透過三種不同的纖長的纖維 它有直線型的跟弧度型的 去從妳的睫毛根部 先把平的增加支撐力 再把弧度接起來 增加捲翹跟纖長力 然後它還有很好的防水抗暈染 褲都不會掉出來 對 順著妳的睫毛的根部把它向上拉 一根一根的向上梳 然後呢 因為它的刷頭的設計 妳連睫毛 眼頭的部位 都能夠去刷到 它溫水就可以卸了 對不對 很厲害了吧 差超多 這差很多 這隻眼線筆啊 它本身的設計也很特別 這個側面你會看到 它是很扁 很尖的 是尖的 細細的 可是你看換一個角度 它就變成寬的 你要畫貓眼妝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可以拉的長度 跟弧度都不太一樣 看著妳的眼尾的這個弧度 往妳的上眼皮的位置向上延伸 細的這一面去勾了眼頭 到黑眼珠中間的位置 留下妳原本的雙眼皮 然後透過寬的這個角度 去拉出我的貓眼的眼尾 發現妳那個眼尾 就好像充滿魅力的感覺 一張開不管什麼角度 就會看到妳那種 很有個性的貓眼的眼尾 高俊熙在她很漂亮當中 她的唇是她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非常水潤又顯色的口紅來達到 這裡耶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氣場好大好強大 對 配上妳看貓眼妝 再加上這種橘色調的唇 那另外一隻眼睛 要不要也幫我 老師 妳幹嘛 妳先放下來了 我這邊還沒畫完耶 那真的很好用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拜拜 老師 我這樣只有一隻眼睛 好啦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每個女生都想擁有長截大眼 其實每一個人應該要找出自己的特色 利用妳臉部輪廓的特色 去創造出屬於妳自己的個性妝容